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屋里可以烧火炭 屋顶有烟囱出烟 整个小屋里的陈设非常简单 两张木床一个壁炉 木床上是一张柔软的毛皮毯子 就算是冬天住进去也不会感觉很冷 同时每栋森林小屋都不提供WiFi网络 就连店里和自来水也不提供 客人要想洗澡的话只能去附近的湖泊 并且因为不提供店里 晚上小屋里也是没有电灯的 只能通过点燃壁炉上的蜡烛来照明 做饭也是需要旅客亲自动手生活来做的 可以说住在这里算是彻底回归原生态的生活了 从外面看一栋栋长满了苔藓森林小屋 像是被废弃的守灵人居所 有种莫名的孤独感 如果是晚上看的话还有点吓人 更像是一栋栋鬼屋 要是胆小的人看到这里像棺杆一样的屋门 八成活都能下掉吧 不过尽管Colorbuy生态小屋 没水没电没WiFi 价格更是高达200美金一碗 但因为它的设计非常清静自然 因此许多父母还是很喜欢带孩子一起来体验生活的 到了旺季甚至还得预约排号来住 怎么样 有没有小伙伴想去这样的酒店住一碗呢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